谢谢 谢谢 大家好 我是广志 然后终于轮到我站在这个舞台上了 然后有一点兴奋啊 因为就站在这个舞台上 就相当于是就马上就要当明星了嘛 这个样子 是这样的 就今天是我第一次参加这种线上节目的录制 所以我就特别的激动 就特别的 特别的重视我们今天这个录制 就为了今天这个录制 我来的时候 我是就专门用洗面奶洗的脸 就在中国喜剧圈 就能让我用洗面奶洗脸的节目 就不是很多 就能让我用洗面奶洗脸的节目 也就只有这一个 就为什么呢 因为其他的节目就都不让我上 这个样子 大家也看得出来 就为了准备这个节目 我还去烫了个头发 对 其实是这样 其实也不是故意烫的 就过程是这样的 前两天我就想去剪一个好看一点的头发 然后准备录节目嘛 然后我去了之后 那个理发师就问我 他说你打算怎么剪呀 我说我想把这两边留长一点 他说那你这个长度适合烫一下呀 我说我没有烫头这个打算 我就是单纯地想留个长发 我说你先给我剪吧 然后他咔咔咔咔 一顿操作我就给我剪完了 剪完之后他就很自信地问我 就是剪得怎么样 我说你要不给我烫一下吧 因为当时我盯着镜子里 他给我剪完那个发型 我就在想赶紧给我烫一下 就不能再让第三个人看到这个发型了 就丑到什么程度 就是他如果不给我烫一下 我出不了那个门 就被封印住了 你知道吗 而且就是我跟我朋友说这个事情的时候 我朋友还说我 他说哎呦何广志 看不出来你还有偶像包袱 我说你是没见那个发型有多丑 我那都不能叫偶像包袱 他就是个包袱 人类的包袱 你知道吧 而且当时就是他给我剪完之后 我除了烫 我已经没有其他的选择了 因为他已经给我剪完了 你知道吧 就是我没有退路了 就我的退路都被他剪断了 我就只能再赌一局 你如果长得比较好看的话 就你可能没有这种感受 就是像我们这种长得不好看的 就当我们被剪了一个很丑的发型的时候 其实我们是很憋屈的 因为当我们被剪了一个很丑的发型的时候 就我们是不太敢怪罪于理发师的 因为你知道你自己也有责任 所以说我剪头发 就经常会出现这样的一种局面 就是前面两分钟 我刚跟那个理发师就友好的沟通完 该怎么剪 然后他开始给我剪 结果剪着剪着 我们俩就都沉默了 这个时候我盯着镜子里我的头发 然后他盯着他的手艺 我们俩都没有说话 但这个时候我们两个人脑海里 都飘过同样一句话 就是 这也不能全赖他 其实这种感觉大家都明白 心里都明白 只是不说而已 假设说让一个长得很好看的人 假设说让李线剪个头发 不好看 那理发师全责对吧 就是李淡剪个头发不好看 李淡全责对吧 然后当时就是还有一个事情 还有一个事情特别有意思 就是当时我烫这个头发的时候 那个理发师问我 他说你一共有两种类型 你打算烫哪一种类型呢 第一种就是不需要怎么打理 然后也挺好看的 还有第二种就是 需要你每天早晨起来都打理 但是打理完之后会特别的帅 就如果他不问我的话 让我自己说 我肯定说 你给我弄个不需要打理的吧 对吧 当然这么一问我 就以我这个小 这个小脾气 我肯定选那个需要打理 但很帅的呀 因为我这个人 我比较喜欢挑战生活嘛 我当时我想我要变好看 我要扼住生活的喉咙 结果现在局面 大家也看得出来 就挑战失败了 就不仅没扼住生活的喉咙 还让生活薅住了头发 薅得死死的 就我现在套完这个头发 就有一点特别尴尬的什么 就是我这个头发 就需要打理才会好看 然后我不会打理头发 就如果我不打理的话 它就不好看 就如果我打理 还不如不打理 真的就是我 我没有骗你们 就是我探完这个头发 我第一天出门的时候 我整整花了一个小时的时间 来打理我这个头发 结果我出门之后 见到我朋友 我朋友见到我之后 跟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 你这头发探完之后 你得打理 就是 我说我 我知道 我今天没来得及 就是 好 谢谢大家 讲证多 谢谢你们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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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